嗨,大家好,又來開直播了 現在正在安裝的車重別呢 是Mazda 5一代的MK1 那今天施工的項目呢 也是安裝了KT的道路板的避震器 那今天安裝的部分呢 就道路板避震器 前面的話,其實前面的避震器 好施工好了 這個是KT的道路板避震器 油管固定架 然後ABS感應線 然後離載串位置 這個車主呢 他原先原來呢 也是安裝了改裝的避震器 那因為安裝了大概一年出頭而已就有異音 所以經過了我們的自己KT的上游廠商朋友推薦之後 來昨天5點多有來試乘 因為工廠裡面沒有Mazda 5可以給他試乘 所以一樣是選擇了懸吊器 稍微比較接近的就是BIG TIDA 所以試乘了BIG TIDA之後呢 就預約今天要來場安裝 那今天的安裝的道路板 在Mazda 5的配置上面 我們前面的彈簧選擇的是7公斤的彈簧 這是7公斤的彈簧 後面有比較特殊的地方 後面的話呢 彈簧選擇是7公斤 可是車主的設定需求啊 有要把車高 撐高到大概四指幅左右 所以我們有針對了 比較高的車高呢 第一個有加長的行程 這個行程特別長 大概有20公分以上 加長的行程 然後在調整基座的部分呢 也有特別去加長的那個Hilokid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呢 有特別加長 所以等一下預計的車高 差不多啊 後面會大概四指幅左右 那車主有說 原來安裝的避震器呢 大概開了一年多之後 那個異音的部分 還有車高呢 都有相當異常的狀況 因為它平時有在 跑山路跟載重 車主特別告知了一個數據 就是當它滿載的時候 公斤數差不多 後面大概有400公斤啦 所以我們把它的後軸的設定呢 有在針對特別載重的部分 做了不同樣的設定 後面的話 一樣是7公斤 可是調整機座有加長 那它的Hilokid部分 也有做了加長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是拆下來的 拆下來的 那個避震器 大概車主說 使用了一年多之後 就有一場的狀況 所以就直接把它開換下來 換成KT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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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停了 門看 閒閒閒好了 好了 就可以放 兜盤要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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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盤要兜盤 兜盤要兜盤 兜盤好 兜盤好 這個是左前的部分已經裝好了 現在因為這個車其實底盤架構 跟Focus很相近 所以師傅安裝上 因為菜裝好多台 所以安裝上速度還滿快的 KT呢 都有附上座 這個是它要裝這個引擎式拉桿 上座 引擎式打開之後呢 調整 阻尼調整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軟硬的調整 順時針呢 它就會變硬 在這個地方 在這裡 順時針就會變硬 逆時針呢 就是變軟 藏在拉桿的這個基座的下方 左前方的話 因為Mazda的油斧 煞車油斧在這個地方 所以會長得比較裡面一點點 這個是前面的便器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高低可調的部分 並不是靠預載彈簧 來改變車高 是靠腳管的調整長短 來改變車高 所以彈簧呢 它的預載呢 都不再動它了 調整車高的話呢 如果車高要調的再高的話 就把這個托盤鬆開 長度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所以這個是一般市場是說 這個叫統身可調 所以這個統身可調的部分呢 它的調整車高的區間範圍 第一個一定比較大 第二個調整車的高低跟乘坐的感覺 不太會有太大的落差 一般的壓縮彈簧方式來改變車高 壓縮過度之後的車高當然會比較高 可是乘坐的感覺就會稍微比較硬 那這種懸吊的話呢 它的調整車高 是跟乘坐感覺是比較沒有相關性 KT的再用料部分的話 裡面的阻尼油 是用義大利進口IP的阻尼油 油封的部分是用NOK的油封 然後這個防塵套 還有裡面的一個饅頭呢 這個防塵套 是用台灣大型上市公司的 並不是大陸做的 如果用大陸的防塵套的話 其實很容易很快 就做破損了 像這個只有用大概一年多而已 這個防塵套很快就破損掉了 所以我們的用料的話 就會稍微用的選擇比較好 那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部分的話 後面的部分的話 防塵套的 也跟一般的比較不一樣 後面防塵套呢 都全部是做一個家常 它統心能夠做全部的保護 這個是家常 家常式的那個防塵套 那車高降下來之後呢 這個剛好會照住 避免器的上防 所以它的防塵 防水效果就會比較好 當然 軸心 最重要的軸心 有保護到的話 它的壽命就能夠加長 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來 後面我們也有附了上座 前後上座呢 其實都有附喔 那馬五的話 它的 後面的阻尼調整機構 是在這個上方 它的後座 把後座的自備架拿起來之後呢 就直接可以調整阻尼的部分 所以調整阻尼也還是算是相當的方便 這個是後面的統身 這個是家常的 客人特別訂做的家常的 所以 前面已經開始在裝 裝上輪胎了 已經裝好了 那今天車主要設定的車高呢 會比 一般的 還要來的高一些 前面的話呢 是三指幅 後面是四指幅 輪胎其實大概是 維持原廠的規格 跟馬三的 修馬三的規格一樣 205 55、56 這都是原廠的規格 還有車頂架 這是後面懸吊 後面懸吊的話 我們KT的那個HiloKey調整機構 是坐在上方 這個是家常的那個調整機構 這個是調整車高的部分 車高的話呢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再做調整 那統身 後上 後上的 那個可調的話 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不用統身再塞下來 然後直接把後座的那個製背架 拉起來之後 就能做調整 就能做軟硬的調整 這個是後面的調整機構 是坐在上方 上方的話呢 我們還有附了一個橡皮 都可以取代原廠的這些零件 馬五的車子的話 我們銷售狀況也還算不錯 因為這個 原廠底盤的話 算是還蠻舒適的 那原廠電池 馬四大五的 嗯 妥善率好像 不是 不是很好 所以 這個車主他自己說 他到原廠處理 電池應該處理了五六次 後來就改裝成 D排的 這個D排的 大概一年多 有一點 問題之後 就經過那個 我們上游廠廠介紹 才來換我們KT的 這個是馬四大五 一代的馬四大五 一代跟二代的馬四大五 最大的差異應該算是在尾燈的部分 這個是我們KT的專屬的藍色 好 OK 那今天的那個 馬四大五的安裝直播分享 就大概到這裡 如果各位 是開一樣同款車的車有呢 有對產品有任何的興趣 或者是有問題啊 都歡迎跟我們的KT Racing的粉絲團 小編 後台可以跟他們私訊聯繫 詢問價格也好 產品的細節也好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謝謝大家的收看 謝謝二代 二代當然可以裝啊 因為一代跟二代哈 他的差異只有在外觀 底盤的話呢 馬五一代跟二代呢 都是一樣的 如果需要二代的安裝的圖片啊 照片分享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的 我們家小編聯繫啊 我們都有很多的安裝照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二代的馬四大五 是確定可以裝的 那這一台的話是道路版的 沒有錯 那道路版的配置 前面是7公斤 後面的話呢 也是7公斤 只是這一台的特別的地方 是車主 他沒有要降車身啊 他的車高的話呢 只有比原廠啊 低一點點而已 可是他也有裝了 仰角調控器啊 之前上電器的時候就有裝了 所以等一下定位角度的話呢 所以一定是沒有問題 可以定的很漂亮 價格的話 我們家的道路版呢 是 完工價是兩萬六千塊 全台灣都有可以服務的據點 而且KT的話呢 上座都有附啊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下來使用 在安裝上的話呢 就會減便許多 萬一原廠上座壞壞掉了 又拆原廠上座下來用 沒多久又陰 這樣的狀況就會比較麻煩一些 OK 那有問題的話呢 歡迎再跟我們的KT小朋友聯繫 謝謝大家的收看 下一次有在直播的時候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對了 明天下午應該也有 做直播的分享 如果車主願意的話 也會去我們做直播的分享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